聊天室 不要鬧好棒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蔡 你們有沒有覺得很久沒見到我呢? 不過你們看我的視頻這麼久 應該知道我是一個 佛系型的Youtuber吧 所以 這個也沒關係啦 大家在坐飛機的時候 有沒有發現一個奇怪的現象 就是有時候出餐的時候 你發現隔壁的餐比較早來 還有隔壁的餐為什麼跟我的不一樣呢? 今天阿蔡呢就要來跟大家公開 飛機上的免費隱藏餐點 那基本上呢這些餐點 並不是說你上飛機 你就跟他說 空姐空姐我想要那個餐點 你就能點的到 No no你是點不到的 因為這些餐點他們叫做特別餐 他們必須要在起飛的時候 24小時前 你跟航空公司提出你有這個需求 他們才會準備給你 例如說呢有宗教餐 宗教餐包含了猶太人餐 或者是印度素食餐 嚴格硬度素食餐 還有就是有些人呢 他們可能有糖尿病 然後飛機上呢就有這個選項 糖尿病餐讓你選擇 如果你提前預定的話 還有你可能覺得你自己 啊身體油油的 有一點肥胖 你想要吃清淡一點 因為大家都知道說 飛機餐其實還蠻有的 Croom meal就是有 哈哈哈哈 提前預定也有這個選項 叫做低卡餐 或者是呢有些人天仙 對很多東西過敏 譬如說對乳糖過敏啊 對小麥過敏啊 那這些東西也是可以 24小時前提前預定的 最後就是你有寶寶小朋友 的話飛機上呢 你也可以提前預定 鵝同餐寶寶寶餐 或者是素食餐 OK好這些餐點呢 阿菜就不再為大家整理了 如果你們想要知道的話 其實你們可以上網去查 有哪些餐點 現在我們要進入重點了 你覺得是特別餐 我們覺得是地獄 為什麼這麼說呢 因為其實這些餐點 是非常貼心的航空公司 準備給有需求的人 請問各位你們都有需求嗎 那有時候呢 我們在飛的時候 我們會飛到一些 宗教團體 或是我們飛印度班級 那這時候呢 飛機上可能就會有 不知道幾百個特別餐 那這些特別餐呢 通常呢 並不是說跟一般出餐一樣 你們有時候會覺得說 欸為什麼隔壁的餐點 比我早來 那是因為他點的是特別餐 那特別餐的話呢 我們是要 人手 拿兩個餐點 然後走出去 放在他們桌上 再回來 拿兩個餐點再走出去 所以我們要來回走了好幾趟 走完之後 我們才能正常的整理 我們餐點再次的出餐 喔 有沒有覺得空姐好辛苦呢 好 通常在這種情況下 我相信 各大航空的空姐 都是非常樂意為大家服務 為大家徒手出餐的 沒問題 那當然啦 因為這是大家的需求嘛 不過事情是這樣的 我知道有一些旅行業者 他們為了拼業績 或是為了打一些廣告 他們就會特別的打說 喔飛機上的隱藏餐點 然後我們可以幫你訂 然後你可以享用隱藏餐 聽到這個 我的心都涼一半了 那你們知道 聽到這邊 其實會發生怎樣的情形嗎 OK 讓我講一個小故事給大家聽 我知道每到某個季節 好像有某些保險公司 他們會有公司旅遊 或是等等之類的 他們很多時候 都是請旅行社幫忙訂票的 好了 問題來了 有一次我飛羅馬 想像羅馬那種浪漫的氣氛 在飛的時候就覺得很興奮 結果那天到飛機上 阿姐跟我說 我們今天有差不多 10個特別餐 我們想說 我們真的是飛羅馬嗎 還是我們真的要 我們是飛印度 請問一下 當時我們並不知道 客人是不是身體上真的有需求 或者是他們真的有宗教的信仰 然後於是我們就 很努力的把那些餐點出來了 畢竟這也是我們自己該做的事情 然後出完之後 我們又開始 就把重重的車子推出去 這個時候 飛機上的 就跟滿天心的一樣爆響 你就可以想像說 差不多50個人在按鈴 我們晚餐出完之後 有50個人在按鈴 然後呢 我就出去問說 不好意思 請請問 你有什麼可以幫到你的嗎 欸小姐 這個東西 我都沒什麼味道啦 這怎麼吃啦 我們不要吃這個啦 你們的特別餐怎麼那麼難吃 不好意思 那我幫你看一下你點的是什麼餐點好了 喔不好意思 你點的是這個糖尿病飲食餐 什麼糖尿病 你才糖尿病啊 我又沒有糖尿病 你給我這個餐點幹嘛 喔 不好意思 我去幫你後面問問看好了 欸小姐 這個為什麼沒有肉 啊其他人都有肉 就只有我沒有肉呢 喔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先生 你點的這個是 無牛肉餐 欸小姐 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餐點就只有水果啊 其他人都有別的東西 我不要吃這個 這個我吃不飽啦 不好意思 這個餐是水果餐 所以 水果餐就是 裡面都是水果 那到底為什麼點了 大家又不願意吃 而且根本不知道自己點了什麼呢 那就是因為有些旅遊業者幫他們點的 就跟他們說 我幫你點這飛機上的特別餐 哈囉 於是呢 這時候我們就把他的領隊找過來 領隊竟然跟我們說 如果他們不喜歡吃這個餐點的話 那你就給他正常餐好了 沒關係啊 反正你們有什麼餐點 就正常給他們就好了 我各位親愛的觀眾 各位大家 在這邊聽好了 飛機上的餐點有限 第一 我們不是五星級飯店 可以讓你隨便點餐 第二 你今天不是逛夜市 你要什麼就無限供應 就算夜市可能也沒辦法無限供應 一台飛機就這麼大力 我們並沒有無限的餐點 也沒有無限的枕頭好嗎 各位大家 最後呢 我們只好一個一個問他們說 你們願不願意吃這個餐 就勉強一下 那下一班機的話 可能你們就要提早 把你們點的特別餐cancel掉 那有差不多三分之二的人 都不願意 就非常的堅持說 他們不想吃這個餐 那在沒有正常餐點的同時 又該怎麼辦呢 這時候呢 我真的覺得 大多的空姐 真的都是多來欸夢 無論發生什麼事 他們一定都會想辦法達成你的需求 最後呢 姐姐就叫我們 先把正常的餐出完 出完之後 趕快再把泡麵那一排推車拉出來 然後把裡面的泡麵拿出來泡 然後問他們說 我們只有這個東西 那你們吃這個泡麵好嗎 至少比你那個什麼 沒有牛肉餐的 或者是水果餐的好一點 然後呢 三分之一的客人又勉強答應 另外三分之一的客人就 吵著要做商務場 商務場不是要做就能做好嗎 前面基本上 就算沒有滿機 就是不是要能做就能做的 所以呢 那天光出餐 我們就差不多要出了快過快四個小時 就把所有東西弄好 然後那三分之一的客人呢 就可能很不高興啊 那我們只好就譬如說 拿商務場的一杯紅酒啊 或者是起司啊 商務場的枕頭 商務場的被子 商務場的杯子 任何東西 來讓他們感覺好一點 這個問題呢 就不是 就不是我們的錯 但是我們還是會盡量的 讓你舒服一點 有一個愉快的旅程 所以在這邊呢 阿菜要呼籲大家 飛機上的隱藏餐點呢 他們並不是真正的隱藏餐點 如果你說兒童餐的話 那OK 兒童餐還可以 那如果你們沒有這個需求的話 這是你們的權利啦 你們要點單也是可以 但你們要有心理準備 不過呢 在這邊還是呼籲一下大家 如果你們沒有這個需求的話呢 就不要亂玩隱藏餐點 因為他們是給 有需要的人使用的 當然 或者是你想真實空姐的話 那就另當別論了好嗎 希望大家都抱著一顆佛系的愛心 好不好 OK 我們今天影片就到這邊 如果喜歡我的話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打開小鈴鐺 Follow我的Instagram 還有Facebook 我們下次見囉 掰掰 沒有阿 你剛剛那天就跟打仗一樣 因為把他們弄完之後 然後旁邊正常的客人又說 不好意思 為什麼小姐她有這個可以吃 為什麼我們沒有 呃 我們就好好的坐飛機 去一個地方玩 對不起 請盡量不要幫我們避風 好嗎 所以今天我有這個脾氣 都是你們逼我的OK 我今天有這個脾氣 都是你們逼我的 那麼這邊 呢 我要小明媒 reviewing Till 很緊張 答塞